哈喽 Automotive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小明找到了洗车佬 我们要讲车 讲车的底盘 那今天洗车佬就带来了他的 GR Yaris 你的车买了这样久就装了这些 body kit 看起来很凶这样 其实啊 有没有用了 有用 吓很多人 吓很多人 很凶了 不过实际用途 实际用途其实是 美观多过性能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 我们在加这一类 这一类的body kit 的时候 就是有得必有失 得失方面呢就是 像这一类型 就是我们家用车的 body kit 的话呢 很大程度上面是在于 提供美观 给你看起来好像很可以 很会跑 不过实际上面 加这些东西下去呢 就是对我们家用车来讲的话 最大的用途是在于 Efficiency 就是省油 省油 省油 讲讲呢 我们在前面夹着一个 还有旁边的那些 还有后尾的那个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控制 风的流向 我们要确保那个流向 不是乱的 我给你一个例子来讲 就是先讲一个普通 就是我们买 所谓的街车 买菜车 买菜车的话就是 如果一来的话就是1.3L 1L的 他们那辆车的设计的作用呢 就是给你在四驱这样子在跑 他没有 expect 你会做到很高速的一个动作 对对对 他们所谓的高速呢 也是110公里 110公里 所以他们在 Engine的下面这一边呢 是Under Cartridge 是没有放那一个盖的 那个护把的 对 可是Xiaoui那辆车 如果是性能车的话 Xiaoui有一些性能的车 它都会放一个Under Cartridge 就是Under Cover Cover的话就是 让我们那辆车 就是这辆车 那个车头在这边啊 风进来的时候 如果它往Engine Bay那边 就是你引擎室那边 撞上去的话呢 我们就会做了一个动作 就叫做Lift 对 把车头提起来了 当你把车头提起来之后 你的前轮 就是我们摆动方向盘的轮 就会少掉Traction 对没有这样压地啊 对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所谓的Under Steer 就是Under Steer 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你的车头起来了 你的轮胎 接触面跟地上 没有这样多 所以变成你在摆动你的Steering 的时候呢 是不精准 所以 加这一种Body Kit 其实很大的作用 是在控制风的向 在那个风啊 倒风啊 对 然后我们把那个风 倒去车尾过后呢 呃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种车 是吧 我们会加 Spoiler 是 为什么我们加 Spoiler 呢 其实 最大的原因是 呃 我们车在走的时候 其实下面会有进风 上面 也是会有进风 对 如果是正确上 就是讲实际上那些 Spoiler 呢 它是有 就是 Down Force 的一个 用途 用途 嗯 它把你的车 压往下压 那个车会压着了 压 镇住好了 对镇住哈 就是给你 给你就是轮胎 跟地面 最大的一个接触面 嗯 嗯 嗯 当然车头也是有这样子的功能 类似的这样子的 Body Kit 啊 嗯 它也是有做到 嗯 就是 Down Force 的 只是没有这样厉害 嗯 嗯 OK 然后我们再讲回来 就是当风从上面跟下面一起触的时候 嗯 它来到最后的地方 就是车尾的地方 它有一个结合点的 对 它来到的时候 呃 你看 经过 Diffuser 那个 Diffuser 我们看到好像是梳子这样子一排的 嗯 其实它是要 主要作用是要把那个风向 梳整齐 所以它给它直直触 嗯 嗯 然后车尾的又经过 Spoiler 呢 就是讲 它们的那个风 它们会来到一个接触面的 对 来一个地方 Mid 嗯 见面 它就是上下来到一个地方见面的 嗯 当它见面的时候 就有乱流 它就会产生乱流 就是 Turbulence Turbulence 就好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有时撞到乱流 你的车 你的飞机会摇的 嗯 对 然后如果我们下 这一些 Spoiler 跟 Body Kit 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一个风 再拉远一些 嗯 不要给它们太早相遇 嗯 嗯 当它们在迟一些相遇的时候 它们在这一个地方 嗯 才产生乱流的话呢 嗯 这样子 它就不会造成一个动作叫做 Drag 嗯 Drag 就是拉的意思 嗯 OK 拉的话就代表什么东西 拉的话就代表你的车会给它拉 会给风拉着 嗯 会扯着 扯着的同时 你需要更多的动力 嗯 去拉回出来 嗯 所以你的车速会被减低 嗯 然后你也需要更多的动力 去把它拉出来 对 就好像你在跑的时候 有人在后面拉着你 你要更多的力气去跑 对 这个 Turbulence 你不要小看它咯 嗯 一架飞机这样大架 它可以震 它可以摇 所以这个 Turbulence 就算汽车 它也是可以很严重的 对 所以我们普通上面 我们加这些东西呢 嗯 最主要的就是控制风的方向 嗯 就是不要给乱流在太靠近你的车 嗯 就开始产生 嗯 你看 Sedan 的车 它后面是没有Wiper 的 对 它是不需要有Wiper 因为如果就算有灰尘在上面的话 它经过那一个 Aerodynamic 那些 Aerodynamic 可以把那些风 把那些奥巴东西带走 对 它有一个车尾啦 它就不会卷上来 站在那个后面的镜子上 对 相反的如果是 Hatchback 就通常会有 对 对 可是如果是 Hatchback 有的话 你加了一个 Spoiler 其实不是折着那一个灰尘 不要给它下来 你是要把这一个乱流 制造乱流的地方拉远 对 一方面也可以震住这个车尾 就是压 把那个车尾压下来更多抓地力 对 嗯 这样照你这样子讲 这些 Body Kit 所以其实对 Performance 帮助不到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 嗯 不过 at the end 它只是一个额外加上去的东西 嗯 如果你不是真的是加到很大 夸张的那种 Body Kit 的话 你在 Track 里面 你可以看到大分别 嗯 可是你在普通路上这样子加的话 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分别 嗯 它是有很唯一的啦 可是在 Efficiency 那边 它是有帮助的 嗯 如果是讲来到汽车的稳定性的话 很多时候是在于你汽车 Chassis 底盘自己本身的一个设计来的 嗯 这个我就很赞同啦 因为一辆车 它的操控 其实车体架构 还有这个底盘 是很重要的 对 就好像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主学啦 嗯 TNGA 就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汽车界里面的一个好料 对 首先呢 我先为大家科普一下 每次小明明讲底盘 底盘 其实底盘是什么东西 嗯 基本上 我们这种家用车 嗯 多数是一体式的 对 一体式就是骨架 嗯 就是底盘的意思啦 嗯 跟上面的frame 嗯 压在一起 对 车身和底盘的骨架是焊在一起 对 是焊在一起 所以我们叫做一体式的这一个 啊 车身 啊 我们叫monocoque 对 存在式车身 然后我们每次来到pick up truck 嗯 我们就叫做leather frame 为什么叫leather frame呢 就是楼梯式的 嗯 所以你把那一个车身开起来的话 嗯 它就好像楼梯 两只大梁 对 加两只横梁 对 或者是三只啦 OK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设计 所以它是一个楼梯的方式 所以我们叫它leather frame 对 对 嗯 就是它highway上面你有没有看过那些裸梨哦 嗯 它没有壳的 对 它只是有一个人家在上面还有带helmet的 对对对对 那一个其实它就是leather frame 一奔飞成在式的一个底盘 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以前的汽车也是这种方式的一个设计啦 只是后来就慢慢演变成现在这种车只是一个一体式的了 对 主要是在那个操控还有舒适性方面是更加的好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因为这种是一体式以前那种leather frame 所以它的 你只要我会讲 这一只大梁 它已经歪掉的话什么东西的话 像那辆车通常我们都不会要的 对不能用了 对就是不能用了 可是现在的车它是一体式的 所以它不是一块铁就是forge这样子做出来的 它是用很多不同的部分把它借起来的 而且是焊接 用焊的 所以如果是发生车祸的话 你可以把一定的frame 那个frame 拿掉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们看一下chassis 就是我们基本上把底盘 就是你的suspension 锁在上面 轮胎锁在上面 你的lower arm 什么东西 都是锁在chassis上面的 Engine 它也是冒在上面 然后后面呢 就是尾箱 就是你的油箱 都是放在上面的 所以把车体压下去 对 然后那一个压下去的 我们叫做frame 对 所以frame加底盘 车架加车骨 它就是一体式的一个设计了的啦 嗯 这样子一个一体式的设计 好处就是你的操控会更加的sharp 还有就是你过那种烂路的时候啊 它sit震那些会比较好 相比起那种leather frame 如果是leather frame 你想一下它一直大梁 前面摇 后面它一直 一定跟着前面的方式走的 对 然后车身又是靠螺丝锁 所以摆动就会很多 对 然后再加上那种leather frame 的方式是不是 通常他们在发生车祸的时候 其实他们伤害比较大的 嗯 因为它少了那个缓冲期 就是那质量太硬了 对 它没有办法帮你细掉那些装机 对对 不过现在的Picatron 设计也是蛮安全的 也是一直在进步了 嗯 我想比较以前的设计的那些车辆 嗯 那讲到今天这个底盘啊 我们今天所带来的TNG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一体式车身的 其中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化版本 嗯 不过讲到这个TNG 其实 呃 当初Toyota做出这个TNG 它的主要目的 其实也是因为Efficiency 对 不过Efficiency不是省油 是生产效率 对 因为以前的Toyota 我们都懂它Toyota是有很贵多车的 嗯 所以我所知道的是 以前的Toyota 单单底盘罢了就有百多种 嗯 然后Engine 还有八百多种Engine 嗯 而再有了这个TNG的过后啦 现在的Toyota 整个家族里面 它底盘只有17种 相比起以前百多种 是省了很多很多 然后Engine 也剩下9个罢了 9具引擎罢了 嗯 所以这样子做的情况下啦 它的Efficiency方面呢 Cost方面 它就省了20% 啊 然后还有就是 开发方面啦 你的时间那些全部省掉很多 因为你全部 其实它的TNG的底盘 就是好像一个LEGO 这样子 你可以借前借后 这样子 好像你的这辆Yaris 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啦 它前面是TNGAGAB B Segment的底盘 嗯 可是它后面呢 它就是戒成C Segment的底盘 然后换上这个Double Wishbone的 车角 和这个普通Yaris 相比起来的话 它这个后面就宽了很多啦 然后整个TRACK 整个就很 看得很杀很凶 最重要的是 就是像你刚才讲的 它的操控还有稳定性 那边全部是提升了很多咯 对 就是因为它后面 其实我后面是一辆Altis 对 就是 然后前面 就是一辆普通的Yaris 嗯 就是B加C的 对 我再补充一点点 嗯 其实在制造一个TRACKSIS 一个就好了 嗯 你的投资是可以过亿的 对 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 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 所以他们就把 他们所谓的省钱 其实也不是讲 可以赚更多的钱 嗯 嗯 他们是把 instead of 我去develop 100套 那个platform 出来 我只develop 17套 17套 17套过后呢 我可以把那一些 开发的费用 放在我的生产的那一个 生产的料 对 你的零件那些 你可以做更多的改进 那些 有更多的资金 去做这些东西 嗯 而且这个TNG 其实也是Toyota 有一个很知名的 他们那个叫什么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是吗 叫TPS 对 就很出名的 他们那个流水式伸展线 就是它主要是在这个效率方面 他们已经是 这个业界里面的一个模范身了 嗯 所以当初在开发这个TNGA的时候 他们主要就先着重的这个杠性 就是我们每天讲到高杠性高杠性高杠性 嗯 所以这个TNGA 它的杠性就提升了 30%到65% 嗯 整个就是很sucking了 很多 这个就是为什么 像GL Yaris 比较 比较performance 的车款 它都可以用同一个车系的 对 所以今天你买到Altice也好 你买到Toyota Cross也好 其实你也是同样拿到高杠性的 对 拿到这个好处 拿到这个好处 但是这个高杠性啊 除了在这个 嗯 操控性 还有整体的这个shutness 提高了 提升了很多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 它的安全性更好 嗯 就是你在碰撞啊 那些方面啊 因为它的车身扎实了 比较硬了 嗯 安全性方面不用讲了 是肯定好很多了 嗯 所以这边我补充了一点点 嗯 为什么高杠性 跟这个handling 跟舒服有关系呢 嗯 因为现在的这个车体 他们 你可以把底盘 当成是我们整身的这个骨架 嗯 当如果是我们是一个瘦的人 我们突然间吃到很胖的话 嗯 你在走 你在走起路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很刺利 对 你在这样子走的时候 你的身体也会多摇晃 对对 可是当如果是我们的骨架 是比较大的人的话 对 比较壮的话 你走起来 你就可以走到四平八稳 对 它是同一个道理来的 对对 基本上这个杠性大大大提升了过 也就告别了Toyota以往那种 给大家讲 做起来像船啊 Uncle 车的那种 Uncle 车 所以我就买了一辆Uncle 车了 这个是很年轻的Uncle 再来就是 我们也是一直提到的啦 TNGA 的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低重性 因为这个底盘 刚才我们都讲过了 它是为了要兼容很多车 包括这种性能车 So 低重性是他们的其中一个mindset 因此同样的这个家庭车 也继承了这一个好处 那低重性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那个 驾驶动态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不要讲什么操控那些 激烈驾驶的好处啦 我们先讲普通一般驾驶 你跑高速的时候啊 这辆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我之前开这辆车啊 我甚至觉得这辆车开起来 比我的Jetta 还要稍贴 整个感觉就是很紧实 然后很紧臭 然后很灵活 然后很稳定 因为你的Jetta 的底盘是旧的 嗯 不是最新MQB 嗯嗯嗯嗯嗯 不过老实讲啊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TNGA 这辆Corona TNGA 它比起MQB 还要再更加的稳一点 因为我驾起来 我真的觉得这辆车是很低的感觉 我不是讲Driving Position啊 Driving Position其实是OK的 可是驾起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辆车很低趴 很压住路面的感觉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Jetta 是适合小明这种老人加驾的 我这种年轻的 就驾这种车 这种低趴趴的车 低趴趴的车 不过呢 当然你讲的那个低 其实是它的低重心 对 它把重心压低 因为它重新设计过了 嗯嗯嗯 不代表你的车真的是很低 是 所以你在普通 过那种 过蹲 过什么 其实还是过得到的 对它还是一样的 对我们驾的这辆Corolla 也是很轻松过 然后之前我们李总的Camry 我也是有驾过 也是有做过 它是非蹲的 都没有问题的 那讲到李总的Camry 也是我觉得 近期以来 我做过其中一辆最舒服 最稳的一辆房车 它在保持运动性的同时 我觉得最难得的地方 是这个TNG 它又可以兼顾到舒适性 如果你这辆车架起来 你会觉得Candling很好 可以很engaging的感觉 嗯 就是有那种刺激感 可是同时哦 你在飞蹲啊 还是怎样驾过那种烂路都好了 它的Seed 震那些又做得很好 这都是我觉得 这个TNG 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嗯嗯 对 那除了这个舒适性以外 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大大进步了 的东西咧 就是它的这个NVH 对 我们都知道Coyota 一上来在隔音啊 还有在整体的细腻度方面 已经是很厉害了 对 那这个TNG 哇 我现在是驾的这辆Corolla 它的整个那个细腻度 我觉得已经有点接近Lexus 这个你问我 嗯嗯嗯 在NVH这方面呢 我可以跟你 confirm 一下 嗯 我这辆车是没有做隔音的 对 你开掉车门你是找不到隔音缘的 嗯嗯 所以这辆车 基本上你在驾车的时候 你是什么东西也听得到的 嗯 如果它不是底盘的 就是呃 设计 它的底子好 对 它的底子是好的话 基本上你很难在 这辆车大概是什么声音而听完的 对 不过它仍然是可以保持一定水准的一个 一个隔音 那个扎实度 还有那个细腻度 对 包括我叫这辆Corolla 其实它是一辆C Segment 可是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那个 NVH表现了 已经是接近D Segment了 我可以跟你讲 现在就算这辆车的好 嗯 它里面的隔音其实也是减少到的 对 有减掉很多啦 就是也是要轻量化的关系 而且它其实也不需要这样多 对 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可以通过这个底盘 对 来减少对这些隔音缘的要求 对 提升这个隔音表现 对 嗯 也不是在Toyota方面 其他的车款其实 他们也是应用这样子的方式 对 来减少对这一个隔音缘的这个应用 E-Line 对 对对对 但同时这个重量 它的这个车重也是减少了很多 对 嗯 所以不止这个NVH 它的整体的这个扎实度 或多或少也是 带来了更好的这个舒适性 还有它的这个隔音表现 嗯 所以这个TNGA真的是做得好 那在这里也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TNGA冷知识啦 那就是其实这个底盘当初在开发的时候 工程团队已经是有想好一个东西 他们指定一定要这个东西 就是这些TNGA的车 它的这个引擎盖啊 其实是有刻意压低 来提升你的这个驾驶的事业 然后我发现这些TNGA车款喔 其实他们的这个 驾驶桌子 Riding Position 也是相当的 我个人是觉得啦 相当的OK的 就是我坐起来 很有那种 人车一体的感觉 嗯 这个和近期一些比较 比较讲究驾驶乐趣的品牌来讲啦 我觉得它并不熟这些品牌 嗯 但你在讲那个车身在压低的时候 对 这整个转换的过程 嗯 从他们原本的那些底盘 到现在的TNGA 嗯 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零件 零件共用 共用 嗯 就是TNGA很多车款 他们的零件 并不适合用在之前 不试TNGA的车款 对 上一代的啦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啦 Transformation 对 以前他们一个可能一个Fuel Pump也好 还是一个Compressor也好 嗯 可以是几十个车款都是用同一个 对 我们不要讲啦 那个Side Mirror Button 就同一个Side Mirror Button 有几百个车款都是用同一个 可是现在呢 他们已经因为要缩小 对 那一些通用的零件 对对对 来满足到这辆车的Dynamic驾驶 嗯 所以他们全部 很多TNGA的车款的零件呢 是重新设计过的 对对 而且他们不是只是为这个现在而做准备而已 他们在未来方面 是已经有一个很好的Planning了 对 包括这个TNGA 现在我们都知道啦 汽车正在往这个电动化发展 嗯 所以其实这个TNGA 它也是已经有一个被称为E TNGA 的底盘 你是可以兼容电池 电动马达这一些的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TNGA 在这方面已经是Plan很久了 那当然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路啦 对对 刚才我们就讲了 它是可以 节省成本嘛 Safe Cost嘛 对对 可是这个东西我们在短期内 是暂时看不到的 对因为很多零件 他们要重新设计 对 要重新生产过 所以在短期里面 我们只是可以看到他们在生产的那一个效率是快的 嗯 可是在他们的Costing的话 其实是 短期内 不是看不到 是看不到的 要长远来讲 它未来这个Toyota车款 相信它的这个价格方面 对 会更加越来越有这个竞争力 对 就因为这个TNGA 关系 嗯 是不是没想到一个底盘罢了 只是一个车体架够不了 就可以带来这样多的一个好处 对 其实这个底盘就好像是我们人股价的股价 嗯 非常重要的 你没有一个好的股价的话 嗯 你要扎马步都难一点 对 那这两辆车就是很明显是 马步扎到非常稳的一辆车 不管是 赛用版还是家用版都好 都是好了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 小明他们每天在试车的时候 都会先讲底盘 底盘 因为基本上 底盘就是这辆车的根本 一个精髓 它的一个精髓来的 嗯 如果是你的车动力不够 你还可以做一些改装 升级 升级 如果是你的钢性不够的话 你就要找专家来帮你去做这些改装 就是增加钢性 对 它增加钢性的方式 其实就是加了很多衡量 小支衡量还是什么东西 我们所谓的BAR那些 对 它会有一定的帮助 可是永远记得 我们在改车的时候 你得到一样东西 你一定会失去一样东西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就很 一直会强调一辆车底盘有多么好 对 你要想要原厂 花了这样多时间 这样多金钱去 开发这个东西啊 不是我们随便在外面改装 升级就可以做到 对 这个底盘它控制了了 你整辆车的舒适 对 你的扭力 对 你的马力 你的停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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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底盘 不只是在这个操控方面有帮助 对对对 它对稳定性 舒适性 还有最重要的是安全性 都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 这个真的是好像我们人啦 一辆车的底盘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股价 像你刚才讲的 对 这个我很赞同 好啦 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式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各位朋友们 你们对这个底盘有什么见解想要分享的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 我是小明 我是喜瑟老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对 喜欢之前的话记得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当然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是最重要的 下一回再见啦 拜拜 拜拜